一个精通物理化的神偷有多可怕 他先是把荧光粉按比例放入溶剂 搅拌到气泡消失后 用手指站着随意画了一个图案 再拿紫外线灯轻轻一照 一个笑脸呈现在桌面 凯奇看到实验成功 接着把一枚古钱币泡入荧光剂 等干了以后放进一个精巧的礼盒 派人送到国家博物馆馆长金姐手里 金姐打开盒子的那一刻 脸上发出抑制不住的惊喜 因为眼前这枚钱币珍贵到让他爱不释手 他翻来覆去的心上 每一根手指都沾满荧光剂 浑然不觉误入凯奇设置的轨迹 凯奇安排搭档小白伪装成普通游客 举着一台小型摄像机在博物馆假装拍摄 小白打开隐藏在摄像机上的激光发射管 瞄准展柜下方的热感应器 骤然变化的温度让感应器立刻响起警报 瞬间启动安保系统 迅速将独立宣言传送回地下保险库 收到消息的金姐匆匆赶到保险库 在墙壁弹出的键盘上输入开启大门的密码 荧光剂毫无保留地涂抹到按键上 而他继续和往常一样开始巡查 同一时间小白悄悄摸进地下室 在墙壁的拐角找到存放监控线路的管道 用切割器打开一个拳头大的洞口 把带着摄像头的探测仪和数据线深入其中 小白操纵机械手臂把数据线卡在监控线路上 就这样用物理方式破解博物馆的监控系统 小白当即关闭监控系统的录像模式 接着凯奇闪亮出场 穿着维修工的衣服 打着检修安保系统的幌子混进博物馆 本以为他要大干一场 没想到一头钻进卫生间 火急火燎地把身上的工作服扔到一边 然后穿着鼻挺的西装 梳着顺滑的头发 风度翩翩地走进酒会 自来熟的凯奇和金姐热情交谈 趁着有人和她握手的机会 顺势换走她手中的酒杯 达到目的的凯奇说了声失陪 就这样头也不会离开 凯奇顺路倒掉酒杯中的香槟 从怀里掏出一个两毛钱的塑料袋 小心地把杯子装在里面 然后又钻进卫生间 找出提前准备好的工具包 把提取指纹的试剂滴在一团棉球上 再把棉球放进塑料袋里 一分钟后酒杯上出现紫色指纹 凯奇戴上硅胶纸套 把其中最清晰的指纹复刻在纸套上 然后带着纸套顺利通过指纹识别的电梯 来到保险库的门前 用紫外线灯提取键盘上的字母 接着把字母发送给小白 小白通过计算排列出最有可能的密码 然后反馈给凯奇 凯奇输入后保险库大门应声而开 三步并做两步走到展示价前 凯奇掀开上面的防尘布 简单粗暴地抽出独立宣言 两手一拧卷在一起 装进塑料袋往西装里放 当作没事人一样走出博物馆 凯奇准备收工跑路 正好迎面碰上金姐 相比国宝失窃 金姐似乎更想知道 独立宣言与传闻中的宝藏究竟有没有关联 这个神偷有多牛 他把无价之宝平铺在桌面上 又拿起一根棉签 在柠檬上擦拭几下 接着把酸液涂在独立宣言的背后 本以为宣言背后的秘密 会在强酸的攻势下乖乖显现 然而这张独立宣言倔强的不同反响 忙活半天毫无进展 凯奇的老爹过来提醒他们 或许应该加热一下增加化学反应 两人一听立刻俯下身子开始用嘴吹起 也不知道是为谁增加反应 总之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没多久独立宣言在如沐春风的熏陶下 真的出现一丝松动 两人顿时高兴地向年华上的招财劲爆 金姐拿起吹风机继续加热 这件老古董的背后出现越来越多的数字组合 凯奇按照顺序全部记录下来 发现这些数组并不是指向地点的坐标 也不是常见的数字组合 看来这里面藏着更深的秘密 凯奇也不着急 反正动脑子的事情有人来干 小白把所有数字输入电脑 发现这些数组竟然全部是百元美超的设计参数 凯奇当即掏出一张百元美超 利用透镜原理隔着矿泉水平仔细端下 看到钱币背面独立纪念馆上的时钟 停留在下午14点22分 这一瞬间她有种复制心灵的感觉 连忙带着金姐和小白赶到纪念馆钟楼上 恰好时钟上的纷针指向22分 凯奇发现钟楼的影子停留在一面墙壁上 当她迈着小碎步来到墙壁前 看见一块砖上印着特殊标志 她用小刀抠掉砖块四周的泥土 又慢慢地将这块砖头抽出 发现砖头的夹层里藏着一副奇怪的眼镜 凯奇觉得这是解开秘密的关键 于是让小白和金姐帮忙展开独立宣言 等凯奇戴上眼睛看向空无一物的背面 发现竟然出现一副晶莹剔透的3D立体 使用不同颜色的镜片 还会出现不同的提示内容 每等三人解开眼镜和独立宣言之间的秘密 警方却率先找到凯奇 以盗窃文物的罪名将她代表 凯奇即将面临审判 然而在她被押解的途中 警方的通讯系统全部崩溃 一架直升机以超低空的方式 出现在众人头顶 两个负责押送的警察被吹得睁不开眼 这时光头挤到她身边 悄悄对她说两点钟方向跳入水中有人接应 凯奇虽然将信将疑 还是趁警察不注意跳入水中 水中有人一把抓住她的脚踝 又把呼吸器塞到她嘴里 接着启动推进器带着她逃出升天 凯奇逃离危机上岸后 发现解救自己的人竟是对手老白 老白救她纯粹是为了得到宝藏 一边笑眯眯地拉拢她合作 一边绑架她的家人和搭档 凯奇为了亲人朋友的安全 刚逃出牢笼又上了贼船 凯奇无奈答应她的要求 并且从独立宣言的三地图中 发现宝藏匿的避免 老白得知宝藏唾手可得之后 急匆匆地带着凯奇和手下 奔赴纽约的三一教堂 从没见过这么牛的壮汉 她挥起四十磅的扳手 朝着眼前的墓碑一顿猛砸 顷刻见一块上好的石材 被她捣成碎末 接着一群人七手八脚地 抬出里面的棺材 打开强光手电 往墓穴里面一瞅 发现里面有一条 看不见镜头的通道 通道那头藏匿的极有可能是 美国的仙区们收集的宝藏 心眼比墓碑还烂的老白 强迫凯奇先行进入通道 尾随而入的老白 拔下墙上的火把 点燃后幽兰的火焰升腾而起 看来通道里的空气还算清新 通道的前方是一层层木板搭建的楼梯 这显然是一处废弃几百年的矿坑 矿坑的中央悬挂着一盏巨大的吊灯 他们也没多想就把吊灯点燃 矿坑里顿时亮如白重 发现搭建楼梯的木板早已腐朽不堪 众人排着对小心翼翼的向前推进 可这木板的质地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壮汉随着踩碎的木鞋 跌入深不见底的巨坑 没等他们平复兴起 一整段楼梯开始坍塌 眼疾手快的小白 纵身跳到对面的木梯上面 来不及反应的凯奇和金姐 踩着断裂的楼梯向下急速冲去 幸亏这段楼梯被横梯卡住 两人在意外中获得片刻自救的机会 悬空的楼梯随时可能倾泻而落 关键时刻凯奇的父亲丢下来救命的绳索 在楼梯坠落的前一秒 凯奇抓住绳子 两人终于摆脱死神的召唤 这场生死之间的较量让凯奇惊恐不已 捡回一条命的他奉劝老白放弃寻宝 刀头舔屑的老白可不在意眼前的威胁 不过他做的也没错 前路难回头更难 事已至此已经是骑虎难下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赶悟 好在安全抵达矿坑的尽头 举目望去众人顿时傻眼 矿坑下面除了光溜溜的岩壁啥也没有 这下老白有点沉不住气 拔出枪威胁凯奇说出宝藏的真实地点 气急眼的老白觉得被凯奇耍了 考虑到亲人朋友还在身边 凯奇说自己也不知道啥情况 老白根本不相信凯奇说的话 安排上面的留守的伙计放下升降速 带着自己的人扬长而去 凯奇眼巴巴看着老白气他们不顾 内心自然是无比胶着 没人愿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坐以待毙 凯奇始终相信自己看的没有错 藏宝图指向的地点就是这里 他们开始贴着墙壁寻找逃生的办法 越到紧要关头越要保持冷静 凯奇突然看到墙壁上画着一只上帝之眼 这只眼睛正好俯视着一个隐藏的机关 凯奇争得大家的同意 弯腰按下这束机关 一声轰鸣之后腾起烟尘 面前的墙壁画为一道石门缓缓打开 凯奇举着火把先行进入石门 眼前的一幕让他如梦似幻 石门后面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璀璨的金银黄的人睁不开眼 遍地的财宝多得数不过来 凯奇的父亲作为猎宝家族第九代传人 一辈子没见过如此巨大的财富 搂着儿子的肩膀嚷嚷 这辈子值得即便死在这里也愿意 抬头看见石壁上一处悬梯 穿过悬梯踏破石门 一缕阳光洒在凯奇的身上